新研究指外星生命曾经存在但已绝迹 科学家不断尝试寻找高智能的外星生命 最近将天文学家法兰克·德雷克 1961年提出的德雷克公式做了修订 他们发现外星文明或许在我们人类出现前曾经存在过 德雷克公式是用来估算外星文明的数量 外星文明指的是能在银河系里通讯的文明 该等式含有几个超科学变相 包括银河内恒星形成的平均速率 具有维持文明生命之潜力的行星数量等 而这项等式着重能够通讯的文明 一份发表于太空生物学期刊的新报告 纳入了美国太空总署克普勒望远镜所发现的新资讯 提出简化德雷克公式的方法 克普勒望远镜自1990年代起 陆续发现多颗太阳系外的内地行星 根据这份研究 宇宙中曾有许多外星生命 但很可能都已经绝积了 而其他的外星生命 或许要等到我们人类绝积许久以后 才会演化出来 或许我们在宇宙中果真还是孤独的 未经许可 而顺 未经许可 或许可 转发出来